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 我叫做颠覆祷告的四部曲 那为什么讲颠覆祷告呢 因为很多人对祷告 他其实不陌生的 在教会里面通常两件事情 一个是读圣经 一个是祷告 这是可以说是两个最重要的 属灵的操练 那这两件事情呢 大家大概都知道 你如果到书房去的时候 有各式各样的书籍 教你怎么样子读圣经 各式各样的书籍 教你怎么样子祷告 而且常常祷告的书 都是非常厚的一本 它有许多里面相关的一个教导 那我不认为我在一堂里面呢 可以把一切跟祷告有关的教训 来跟各位分享 然后呢 我也不认为我什么都懂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 就是说牧师 你可能都是 你只要站在讲台上面 你什么都懂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要再次跟你讲 不是的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呢 无论你是谁 我们都有许多要学习的 而且我再次在你面前讲 我不是什么都懂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呢 我所知道的 我确确知道的 而且呢 对我来带来翻转性的一个不同 翻转性的一个改变 你知道很多人他很会讲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一个看法 各位很多都只是理论而已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一个有一个有功效的祷告 Effectual Prayer 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 在雅各书告诉我们 什么是有功效的祷告 以利亚祷告 神垂听他的祷告 所以我认为 那个有效的祷告 有功效的祷告呢 对我来讲呢 是最关键的 你可能讲的这个理论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听 无懈可及 但是其实今天呢 我所在意的呢 可能你如果要听理论的话 你要去听别人讲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个人所经历的 我真的认为对我来讲 带来极大的一个翻转 在我的祷告的生活里面呢 有极大的一个翻转 但是呢 却是不多的人 讨论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跟我一起 来到主的面前 来预备我们的心 真的是 很多时候听是懂 但是呢 你需要神的灵呢 帮助我们 真实的看见 而且真实的一个明白 那今天呢 我先从圣经 我今天会从圣经的这个 角度呢 先来解释给你听 那今天呢 我还会给你我个人的见证 我个人的例子是怎么走的 所以 但是一开始 我一定要需要你先花时间 明白 神是怎么讲 圣经是怎么讲 有关这一类的 有关祷告 有效的祷告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那我给你实际的一个例子 我一般来讲呢 我待会给你解释 我不大多用例子 是有原因的 但是今天为了要帮助你 我要给你一些实际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需要你从头看到尾 从头看到尾明白 才有办法真正帮助你 我的祷告 是这样子 而且我其实呢 非常有信心的 你今天好好的 从头到尾听懂之后 其实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经历它 今天就在现在 就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兴奋 而且也非常的期待 神要透过今天信息 坐在你身上的工作 但是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邀请你 在你的座位上面 站起来 无论你是坐着躺着 我不管 你站起来 我们要先一起来相信署 来祷告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坚持要做Live 就是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 在台北时间的早上10点37分 要跟你面对面 就是我们一起来相信 我相信 神的灵 不受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 我们一起来到祂面前祷告 你敞开心 今天神可以对你说话 站起来好不好 如果你是大荧幕的 把声音打开 把它打开大声一点没关系 或者是你小荧幕戴着耳机 不管你旁边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你需要来经历祂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 我们感谢你 每一次的聚集 都是你的恩典 做我们心里面 向你献上感恩 当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主我们可慕听见你的声音 我们可慕更多地来认识 主你自己 主我们祷告 亲爱的圣灵 也就是真理的灵 主你引导我们众人 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主我包括孩子在讲的时候 也要看见 明白 主你的心意是什么 主啊 愿你的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里面的眼睛 可以看见 是的阿爸父 打开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见 主啊 让我们耳朵 可以听见 主我们什么声音都听 就是听不见你的声音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接下来 这个时间里面 可以专注在你面前 来听你的声音 你的话语 让我们心里可以明白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都可以回准 归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 拦住人来听见你声音的 我们同心合一 在这个地方 要奉耶稣基督圣明 命令他都要 离开这个地方 释放主你的百姓 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自由地来遇见你 看见你 而且经历你 知道你是那 又真又活的主 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向你献上感恩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首先来看 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七节 第七节到第十九节 这有一段比较长 今天我们要看四处的经文 你一定要跟上 弟兄姐妹帮助我 你跟上 我一边在讲解的时候 我一边会跟你解释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 第七节到第十九节 是这样子讲 第七节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视我 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就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注意啊 心里迷糊 不晓得我的作为 第十一节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十二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十五节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守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这边呢 弟兄姐妹在西伯来书 这边告诉我们说呢 她说呢 神呢在厌烦 神说什么呢 我看这些厌烦那个世代的人 那世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他们观看 观看神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但是呢 人就是心里不明白 心里是迷糊的 不晓得他的作为 或者是不晓得 他的法则 不认识他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应该透过他所做的 来认识这一位神 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看到他所做的 但是至终还是不认识他的 各位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神说你们是心里迷糊的人 请问你是心里迷糊的人吗 的意思是 你至终 你常常听到他的话 也见过他的作为 最后还是不认识他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我要告诉你 认识神的一个重要 我们需要认识神 这边呢 他后面有讲说呢 我们若将起出 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到最后就是 以基督有份的 然后最后他讲说 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幸的缘故 各位 我仔细跟你讲 神本来 这边到底在讲什么呢 神为了以色列人 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 那牛奶与蜜之地 是神为他百姓所预备的 但是呢 这些人呢 知道 但是呢 最后没有办法进入 是因为 他们的不幸 他们的不幸 那这一段经文 你稍微先停在这个地方 我要再加上 另外一段的经文 然后把整幅的图画呢 让你看清楚 你就可以明白 请你务必要跟着 请你务必要跟紧 这很重要的 你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 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节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尼巴嫩 直到柏拉大河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耀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先停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这边 神对约书亚显现 因为摩西死了 神兴起约书亚起来接替 他说什么 第六节 他说你要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听哦 就是我 耶和华说 这就是我 向你们列祖 启示 应许 赐给你们的地 是向你的祖先启示 嘿 神发誓 你知道这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字眼 它不是只是应许 我向你的祖先启示 发的誓 一定要给你的 这事情是确确的 是神必定要给你的 你仔细听哦 神虽然这样子应许 祂告诉约书亚说 这是应许要给你的 这是缺缺的事情 但是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摩西所带领的这些 以色列人 并没有进去 而且大多 倒闭在旷野 因为神又启示 这些人呢 不能进去 祂为他们所预备的 所应许之地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仔细听哦 我们很多人认为 神为你预备安排 神已经答应的事情 这件事情 各位 我需要你仔细听 神答应启示的事情 祂自己就会发生了 各位 我再讲一遍 请你不要挑剔 我所说的 我要先跟你解释 你先完全听完明白 而且更重要是 你可以落实在你的生命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挑剔 我一些字眼 当然你永远都可以挑剔 但是对你是不会有帮助的 你仔细听我解释 神答应要给祂的百姓的 我们就认为说 祂自动地发生 无论你做什么 祂自己就会发生 我想跟你表达 这是一个误会 神要他们 要祂的百姓进迦南美地 是神不只应许 是祂发誓 祂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定可以的 但是呢 第一代 我所谓第一代 就是摩西所带领 离开埃及的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最后没有进去的 那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细节 但是希伯来书 做了一个总结 那个总结是什么呢 是说呢 他们没有坚持这个信心 因为他们心里是迷糊 不认识神的作为 就是不认识祂 最后没有进去 是因为他们的不信 的意思是呢 神虽然应许 而且用强烈的启示 说这是要给你的 这是你的 你的 但是它不会自己就发生 很多人呢 就说神应许给我了 他抓着神的应许 感谢主 他有了 可是呢 从来都没有实际 发生在他身上 他应许的 并没有实现 在他生命里 一直到他 离开这世 人就只有应许 你知道我们都说 神在我生命当中 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 神爱我们 在我们身上 一个美好的计划 都知道 也抓住 但是是什么计划 都不知道 应许 跟他实际的实现 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在刚才约书亚纪 第一章第三节 我这边跟你讲 第三节 他说什么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 其实我在这个信主 而且服侍主的这个过程 在不同的阶段里 我慢慢对这些话呢 有越来越深的一个体会 跟认识 跟明白 所以 当然我没办法 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 但是我上课告诉你 你仔细听 第六节讲说 这是启示要给你的 而且呢 在第五节讲说 那个范围有多大 对不对 他说这就是你的范围 但是呢 第三节又讲说呢 是 听哦 你脚掌所踏之地 脚掌所踏之地 也就是呢 你脚踏进去了 才是你的 听 一个是他的应许 一个是脚踏进去了呢 才是你的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的 听哦 第四节第五节说 那个范围有多大呢 从里巴嫩 直到柏拉大河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做你们的境界 他说这个应许的范围 是这个样子 但是 只有你 脚踏进去了 脚踏进去了 才是你的 应许归应许 脚踏进去的 也就是你相信 他的应许 有多少的 你采取行动 才是你的 你知道当时啊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这么困难进去 你不要瞧不起 这些以色列人 觉得哎呀 他们就是没有信心啊 他们什么样子 各位 神记载这些事 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小心的人 我们就是有不信的 恶心的人 我们不要看出来 你看我才不会像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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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 以色列人 这么困难进去吗 应许是说 这个范围 这个是我的境界 但是他们派探子 进去的时候 说什么呢 里面都是巨人 这个范围里面 不是空的 这个范围里面 充满的都是 这些强盛的百姓 甚至有巨人 他们的城墙 高大 坚固 高大的城墙 我们没办法 如果我们去的话 我们被吃掉 我们跟诈猛一样 我看我们是诈猛 人家看我们也是诈猛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脚掌所踏之地 因为很多时候 神所应许的 仔细听 神所应许的 跟你实际看到的 有极大的落差 再跟你讲 这是事实 神这样说 你眼睛看到的 你的环境 你一切所知 你一切所经历的 是这样 这中间的落差 怎么办 这个落差 就是要你以信心 相信 坚持 他所说的 直到他成就为止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 祷告不祷告 如果这不是神要给你 你祷告也没有用 如果这是神要给你的 你不祷告 神也会给你 这是一个误会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关键 祷告的四部曲 我们从一节的经文来看 我觉得这一节经文 它大概把这整个的概念 在一节里面 全部都把它讲清楚 那我先讲这些都是道理 等一下我给你 告诉你 我实际怎么样子经历 所以你大概可以跟着 可以明白 在以西节书 我们来看一下 以西节书第36章 第37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再一次 来麻烦你看我 从这边我要告诉你 它有四个步骤 这边它讲说什么呢 这节经文 我相信很少人会读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让你可以明白 我所说的祷告四部曲 37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加增以色列人 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因为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数 非常的稀少 他说我要加增 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 这是谁说的 他说的 整个圣经里面 那个主导者 那个开始的人 永远都是神 神都不是接受我们带领 神是带领者 你可不可以再一次 对你自己讲 神是发起者 神也是带领者 这一节里面说 主耶和华 如此说 他要加增 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这是他的意思 不是我们的意思 这是他发起的 所有的祷告 一个有效 有功效的祷告 可以经历神的 这个祷告 就是第一个 你要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做什么 你要明白 他要做什么 我先把它讲完 等一下回过头 来跟你解释 然后呢 他的百姓 第二个步骤呢 第一个步骤是 他是发起者 他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 你要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以至于你会有第三步 就是你会起来向他求 他们必为这事 向我求问 才会有第四步骤 我要给他们成就 简单的跟你讲 耶和华如此说 他说什么呢 他所说的 就是他的应许 应许他要做的事 你听到了 第二个是 你要知道他要做什么 因为从他说的 到你第三步骤 你要起来向他求问 向他祷告 中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要知道 你知道 他要做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怎么求问 你不晓得怎么祷告 所以知道很重要 当你知道了之后 第三步骤 其实 其实我讲了半天 每一个步骤 都是关键 你要开始求问 求什么呢 祷告什么呢 根据他所应许的 根据他所说的 他已经说了 但是他说了 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怎么求问 所以你知道了之后 你还是 你不要想说我知道了 但很多人 第一个不知道 很困难 第二个知道了 就停在这边 也不行 你一定要知道了 第三 你要以信心起来求问 那个信心起来 祷告就是一个动作 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 甚至呢 你跨出去 有所作为的 第四 祷告到什么时候呢 祷告他的成就 为止在你的生命里 再看另外一节经文 我觉得也是非常清楚的 以赛亚书 第六十二章 第六节到第七节 以赛亚书 第六十二章 第六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第六节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 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 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 看我 神的心意 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 神的心意 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 这是他的心意 然后他设立 前面一节说 设立守望的 他在城上 设立守望的 守望者 也就是祷告的人 他说什么呢 守望的 他们昼夜不静默 do not keep silent 不要静默不语 发出声音来 向他来呼求 他说呼吁耶和华 英文说 remind him 什么叫做 提醒他 因为这是你的意思 你要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成为 可赞美 谁的意思 神的意思 所以那个守望的 明白了神的意思 起来什么呢 昼夜不寂寞 呼吁耶和华 他说 你们不要歇息 第七节 也不要使他歇息 你不歇息 使他不歇息 只 等他 建立耶路撒冷 只等他建立了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 再次跟你讲 听哦 四步骤 第一步骤 神要 或者是神的应许 神要什么 神的应许是什么 听我讲 神呢 他应许 他并不代表 他应许 他就直接自己发生 神应许到成就 需要有过程的 第一个你要听的 但是很多人 他不管神的应许 他说 我告诉人家说 如果神明应许 你怎么祷告呢 都不会成就 但是有些人不相信 他说 No 我要想办法 让他成就 如果神没有应许 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让他成就的话 可不可以容许 我这样子跟你解释 他是行法术的 他是Witchcraft 行巫术的 如果这不是神应许 你可以想办法 让他成就的 他有另外一个源头 另外一个力量 是从魔鬼撒旦来 很多人的应作 他没有神 他仍旧可以让事情来成就 今天我不花时间 来跟你解释 但是我要跟你解释 很多时候 这个很有效 他从另外一个力量带来 但是今天我要先跟你讲的是 神这边的事情 我不知道跟你讲 另外那一边的事情 神所应许的 非常的关键 神说他要做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 第二步是知道 第一个是神所做的 他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你要知道 你不知道 这整件事情是白搭的 我要强调知道的重要性 你不来到他 为什么你要听讲道 为什么你要读圣经 为什么你要教会 的意思就是帮助你知道 我这么努力地在跟你讲 也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第三个你知道了 不够 很多人就说 感谢主 我知道了 感谢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我知道了 很多人知道 就是do nothing 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知道了 就认为我知道了 我就有了 No 你要为你所知道的 起来求问他 呼求 就是祷告 祷告 祷告 直到他实际 落实在你生命里 成就在你生命里 这是第四步局 从知道 从神的心意 神的应许 到知道神的应许 到求问神的应许 到最后看到他 应许成就在你生命里 这四个步骤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我解释 实际的例子 你知道我很多的时候 我喜欢解释 圣经给你听 我一开始就讲 我就跟你解释 祷告可以讨论的 非常的多 但是我跟你讲 这四个步骤 是实际 可经历 我认为是 有效的祷告 是我亲自经历的 但是我接下来 跟你分享的 这些例子 是因为我觉得 例子是可以帮助你 最快明白的方式 但是呢 一定要明白 这是我主观的经历 这个跟圣经所讲的 我认为这是 我明白圣经所讲 我实行在我生活里 我花这时间 来跟你解释 就是你不要把我的经历 当作神的话语 它不是绝对的 我分享是为了 希望它对你 有一些的明白 可以帮助 至少是我是这样子做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不要讲以前的例子 我讲就是最近 最近这几个月 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 就是 我简单的跟你讲 就是 我原来是有老花眼 可是我现在 神亲自的医治我 那他的故事是这个样子 我大概几年前吧 那四十多岁之后呢 其实我的视力 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1.2 甚至有时候量到是2.0 我眼睛 视力是非常好的 四十几岁 我不记得是几岁 反正好几年前的时候 就是我在看东西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 近的东西看不见 东西越拿越远 那有一个弟兄 就笑着看着我 跟我讲 就是说 你是不是开始看不见 我说怎么了 因为那位弟兄 年纪比我大几岁 他就说 你这就是老花了 你就是老了 你老了要赶快去戴眼镜 你这样子在那边 弄了半天 弄了半天 我告诉你 你弄了半天 因为你没有去配眼镜 你的度数会加征的 所以你就承认 你老了 赶快去配眼镜 很多人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 撑在那个地方 坚持不戴 结果呢 度数加征 所以这句话我听进去了 第一个我老 第二个呢 你不赶快戴眼镜的话 它会更严重 所以我就配了 我人生的第一副的眼镜 老花眼镜我就戴起来 这个还蛮好看的 而且看得真的是有够清楚的 那个字有够大的 看得超舒服的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尽量能不戴就不戴 我从开始就是去配眼镜 少少的戴 到最后呢 研发到最后是怎么样子呢 我只要没有眼镜呢 基本上我没办法阅读 所以我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找眼镜 我只要读任何东西 手机 书 什么东西的 我全部都要戴眼镜 看电脑都要戴眼镜 那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在教导一件事情 就是神从去年一直强调 要我好好的教导一件事情 就是呢 迎着耶稣所受的鞭伤呢 我们都得医治 迎着耶稣所受的鞭伤呢 所有的疾病 祂已经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但是问题来 这个老花呢 是疾病吗 应该只是老化 这个老花应该不是疾病 只是老化 所以我心里面呢 常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说这到底是要怎么样子 直到有一天呢 神提醒我有一句话 在生命记的时候 讲到说摩西死的时候 是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 而且怎么样子呢 精神没有衰败 摩西到120岁 去见主面的时候呢 眼目都没有昏花 你知道这句话呢 抓住了我 我们常常接受一些的事实 反正老了 听到老了 这些是老化必要的 所以我已经相信接受了 而且它就实际发生在我生命里 所以我第一个开始 有一个相反的是什么呢 神应许 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一个模糊的地带 就是老化是病吗 它会不会只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你要接受人会老这个事情 但是我又看到例子 各位 让我讲完 我跟你解释 摩西到120 眼睛也没有昏花 或者是没有老花 所以我就跟主讲说呢 摩西可以 我也可以 听到没有 这是见证 摩西到老的时候 摩西到老的时候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听哦 精神没有衰败 没有人告诉你到老的时候 你精神一定要衰败 眼睛一定要看不见 就是要有这一些的老化的疾病 所以我把它都全部圈在老化 老化所带来的这些的问题 奉耶稣的名 拒绝 我不要这些 我不接受 我也不要 我就开始这样子祷告 而且相信 我可以的 因为神已经应许了 而且这个变成是我要的 我可以选择要 或者是不要 我选择我要 仔细听哦 早上起来 还是看不见 所以我想 索尤尔很自然要伸出去 去找我的眼镜 可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各位 这是我个人主观的做法 我不要眼镜 我跟主讲 你已经医治我 而且我拒绝这些所有老化 所带来的所谓的现象问题 或者是疾病 我不接受老化 人们所设定老化 就会这样的事情的 人们这样子相信 这样接受 也是这样经历 但是我不接受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要这样子经历 所以每次我要去伸出手 要去的时候 我就停下来 先来感谢主 已经医治我 而且我不接受这些老化的 摩西可以 你一定也可以让我有 好的一个势力 所以我每次祷告完之后 好像就可以开始看了 可是第二天的时候 再打开 又是看不到 我手要伸出去的时候 我又抓住我的手 说拿回来 主啊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你已经医治我 而且我拒绝这些所有 因为年长 就是老化所带来这些现象 我不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 长话短说 几次下来之后呢 我就后来呢 我现在眼镜放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 我现在放哪里 我就是随处就是找不到 所以你真的要读的时候 我就会跟主祷告说 我一定眼睛要看见 所以我现在可以不要戴眼镜 就可以这样子看了 神医治了我 但是我故事没有停在这边 我的一个弟兄 他就是听到我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那我们年纪差不多 他也同样的一个问题 他就跟主讲说 主啊 我也要 主 我也要 你给他 我也要 你知道吗 也好 据我所知 老化不会自己好的 It's not happening 他就是不会这样子自己好的 所以听 我听到摩西的见证 我说主我也要 结果我经历了 我分享出去 所以呢 我的弟兄说我也要 他就跟我讲说我也好 我也好 看我 神应许要给你的 我仔细地跟你讲 神应许要给你的 我们常常不明白 一直跟神说 神啊 你一定要给我 神已经确定要给我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努力地祷告 花大部分的时间 要祷告 好像要说服神给我 神已经给了 听哦 我要做一个区隔 神给了 跟你实际拿到 有一个距离 It's been given 已经给了 给你有receive 拿到 可是我们这祷告 神啊 你给我 神啊 你给我 神怎么垂听这个 祂已经给你的 这个祷告呢 神啊 你要 医治我 神已经医治了 It's yours It's yours 现在现在在于 你信不信 你愿不愿意接受 相信 甚至跨出那一步说 我接受 我相信 它落实在你的生命里 这一阵子来 我们帮很多人祷告 你知道吗 许多时候 我们在跨 许多的祷告 有许多人得到医治 包括癌症 肿瘤的消失 我可不可以仔细跟你讲 它不会自己不见 但是有人讲说 为什么它有 我没有 我也是同样在祷告 听哦 它的祷告不一样 是它第一个 它看见 神应许了 它看见就是知道 看见 知道 但是呢 光知道是不够的 要相信 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 跟我一起求 说神啊 你医治我神 No No 它的差别是 你看见 这个已经是 应许要给你 耶稣基督 已经做成了 医治这个事 这已经是 Yours 这是你的 但是呢 听哦 脚掌所踏之地 就是你真实的 以信心踏进去的 也就是相信 第一代以色列人 得不到是因为 他不信 因为他看那个环境 Outcalling 怎么可能 That's not possible 所以就是not possible 但是你看见 神所做的 你看见哦 这是他要的 看见哦 再来 脚掌所踏之地 或者是祷告 或者是祷告 求问 就是我相信 我要 我相信 直到他 成就在 我的生命里 我再举一些例子 很多人在财务上面 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觉得 有两大的困难 很多人 我们在讲神的事情 因为他是属灵的 他是非常的 抽象 你没办法证明是 也没办法证明他不是 所以就随你讲 疾病这个没办法改变 你知道现在 我要告诉你 有许多人得到医治 这是神做的 我没有这个力量 是神 made it happen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财务 你有钱就有钱 你没有钱就没有钱 你讲再多都没有用 我不大愿意讲 太久以前的见证 我就讲一些 比较靠近 比较靠近的见证 但是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不要误会 我真的是 只是想告诉你 神所做的事情 让你明白 我们开始在做跨的时候 是没有钱的 但是呢 我很清楚觉得 神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勇敢的 就相信他 跨出去的时候 我们在管钱的同工 就跑来问我 牧师你要花这些钱 这是完全 我们2020做这件事情 2019年底的时候 在为2020做预算跟计划的时候 完全没有跨的这个概念 连个影子都没有 所以当然不会编 任何的一个预算 结果呢 因为三月的时候 二月底 三月 疫情的时候 我们觉得神 要我们做一件 祂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凭信心 跨出去跟随了 但是呢 我其实不知道 钱在哪里 而且其实呢 各位 我只是要做一个见证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仔细 你不要误会我 他其实要花非常多的钱 我们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教会 来支柱 我们全部要凭信心 来仰望主 来供应 所以同工很着急 就说 这样子下去 我们不要多久 不要一个月 钱就烧光了 那这是要怎么办呢 而且这个还会影响 我们其他所有的 这个已经去年计划的 这个事工 我说我们来信靠主 弟兄姐妹 我只是简短的跟你讲 神就是让我们 每个月就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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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的一个供应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做一个见证 我们现在是2021年的三月 我们转眼就要是周年 转眼就要周年 你是否明白 这位主 这位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 今天我们站在这边 就是要见证 祂是耶和华以乐 祂一直供应 我们一切的需求 你可能会认为说 牧师这个是事工 人家可能知道你所做的 他们就起来支持你 我不得已 我再讲一个 个人的见证 其实呢 我不要讲以前的 那 我在不久以前 而且不止一次 几次呢 就是 我们现在全家从 其实我儿子本来在不同的地方 现在因为疫情 全部都回到台北 我们全家在一起 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 但是我要跟你见证一件事情 在一段的时间内呢 我们突然有一些 没有预期的开支 就是在我的面前 就是蛮大的一笔 这是你一定要支出的 我告诉你 可能人们知道 事工上面的需要 但是基本上呢 我不让人知道 我客人的需要 你找不到任何的管道 知道我个人的需要 但是你知道吗 在钱财这件事情 它是有截止日的 什么时候 这笔钱就是一定要出去的 那我没办法 给你透露太多的细节 但是我要想做的 见证是这样子 我没有那笔钱 而且呢 其实呢 因为他一次之后 就是有几次 没有预期的支出的时候呢 连我的预备的 紧急的存款 也都没有了 那你知道很多人 他有安全感 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存款 他拥有很多 虽然我们说我们信靠主 听哦 我们的手其实还是抓在 我们的存款 根据你所拥有的 带给你安全感 那我是为了要做见证 让你明白 当你没有东西抓的时候 你只能单单地抓它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知道 你到底是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 我可不可以跟你解释 我虽然学了很多次 但是当它实际在发生的时候呢 我人就认为 哎呀 他每一次都是要重新再来经历主 神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一切所需的 我们在天上是有父亲的 人不需要忧虑 或者是不需要焦虑 我们一切所需的 你的天父是知道的 他必定要加给你的 各位 这个是他说的 你可以看见 不代表你有信心相信 所以你没有信心相信的时候 他给你再多的应许 你就是知道 再多的属灵的知识 它都不会发生 所以你需要起来相信 怎么相信呢 你除了祷告 知道他要给你 就不要忧虑 也不要焦虑 我可不可以老实跟你讲 我是会忧虑 而且会焦虑 而且有时候呢 突然想到 完了完了 这怎么办 一无所有 神到底要怎么样子办 我就面对这个压力 我有全家人 要照顾的时候 你知道 突然会被 那种说不出来的 那种波浪 就是瞒过我们全身 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许多人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你不需要我多说 你都可以明白 甚至影响我的睡眠 但是呢 我经历主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选择信靠他 我不接受这种忧虑 我不接受恐惧 我不接受那言语 就是说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如果没有怎么办 如果没有他接下来那些的后果 怎么办的时候 各位 神的应许 跟我们的环境 眼睛所看的 是极大的不同的 你的信心是在于说 我看见 我知道他应许什么 我看见了之后 你还要起来相信 所以你的祷告 不是一种恐惧 有些人祷告 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挣扎 在呼求 充满了恐惧 跟你相信神 这事情你已经做了 他必定要成就 我信靠你 而且我要来经历你 我为了你要做的事情 先来感谢赞明 感谢主 我拒绝所有的忧虑 我拒绝所有的恐惧 来抓住我的时候 各位 一次又一次 这是我在神的面前 要跟你做的见证 一次又一次 神用想象不到的一个方式 亲自来供应 让每一个你觉得是过不去的 他就过去了 我不愿意 分享这一些的见证 但是我知道见证 对大部分的人 是最有帮助的 最直接可以看见的 而且最可以 就是知道说 它的一个关联性 但是 我再一次讲 我的经历跟见证 不是圣经 它不是绝对的 只是为了要帮助 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仔细听 神要我们经历它 神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对不对 给我们生命更丰盛 知道是一件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光知道是不够的 你还要起来怎么 以信心来接受 神已经给了 只要他应许了 就代表他已经答应 已经给你 到你拿到 中间是有距离的 所以今天跟你讲 这四个步骤 是帮助你 知道他给了 你还可以拿到 直到他成为一个实际 在你面前 最后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来操练祷告吗 我们这阵子在推RPG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复兴祷告小组 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而且鼓励大家 要把你的祷告事项 写下来 对不对 我都是这样子在做 就是你认真地面对 神的答应 祂的应许的每一件事情 你凭着这个 你所看见的 你知道神要做的 你知道了 你开始祷告 看到祂实际成就 你一个一个把它记下来 什么时候祷告 日期是什么时候 你就看见 神要非常的信实的 而且是可经历的 坐在你的生命里 你可能需要得医治 你可能财务上面 需要极大的一个突破 今天想把这个见证 跟你分享 是让你可以复制 你可以复制在什么呢 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病症 不是只是眼睛而已 耳朵也好 你的心脏也好 你的脑部也好 身上有任何的一个肿瘤也好 你认识各式各样 包括慢性疾病 老化疾病 奉耶稣基督圣证明 都告诉你 神已经为你预备了 你都可以去得着 但是 但是 你要凭信心 跨出去 唯有你脚掌所踏之地 才是你的 阿们 愿神 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